这味道怎么这么臭啊 之前都不会这么臭 安平运河里发出臭味 让民众难以忍受 很多鱼的尸体 对 很多鱼的尸体 是突然出现了 对 就这几天 就怕腐坏造成环境的污染加剧 环保局人员持续打捞 昨天很多 整个河岸那个旁边都很多 气温变化较大 然后就会造成那个 运河下面的底泥翻角 然后底泥翻角的时候 可能就会浊度升高 然后水中的溶氧也会降低 然后鱼就会吸入一些 那个底泥的部分 造成它塞的阻塞 原来是因为季节交替 引发水流动较少的部分运河 溶氧量锐碱 鱼群大量暴毙 环保局人员廉价不停工 每天都从一大早就开始打捞 你们昨天结束的时候 昨天是大概几点 八点 八点开始了 我们廉价第一天就已经开始在 做清楚 因为蛮多的 所以还可能要稍微就是要 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我们原本的样子 两队人马从河面岸边 分批打捞 忍着臭味大太阳晒 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运河的清静 大爱新闻 陈宜珍 郑瑞平台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